一个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澳门之友的多元文化乐团 还有就是我们联合了多伦多大部分的专业的人士组成了一个组绍 叫联合乐团 这个名字也是我们临时起的 还有我们有幸的请到我们一直在合作的长江艺术团的合唱团 这回他们将近有50人来参加一次演出 他们将会给我们带来两首作品 一个是祝福我们祖国的作品 一个是庆祝澳门回归的这么一个作品 跟澳门有关那个作品 OK 那基本上今天的我们这个发布会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也感谢各位嘉宾 也感谢各位老师 感谢朋友 跟媒体朋友的参与 我希望我们这次音乐会能够成功的举办 也希望我们这次音乐会能够为我们祖国70周年 帮帮澳门会20周年献上一份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意跟大礼吧 算是 最后呢我们除了感谢每一位来宾每一位嘉宾 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场地提供方 我们的万民曲场 这位记住了 感谢给我们提供场地 对对对对 每一位的支持对我们都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民族音乐 多多关注我们的民族文化 我们中国的文化 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这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对我们各位嘉宾都有些提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咱们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地点可以买票 这个买票的问题 首先第一是大家看到我们在前面提了有没有韩 来到现在我们去交流 感谢观看